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是全国著名的苹果之乡 目前洛川县的苹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53万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83%以上 人均达到了3.3亩 苹果可以说已经成为洛川的一张名片 小苹果是如何变成大产业的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又是如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呢 跟随记者去苹果宣中厂去看一下 这里是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的国家级苹果选种场 那在我身旁呢能够看到有各种各样在种植的苹果 它们呢是通过杂交选育的品种 在这里种植的呢数量一共是有超过700多种 那它们在这里呢将通过培育种植和进一步的筛选 选出品质好能封产且抗病抗虫能力强的品种 这一片种植区域的苹果品种呢 就是从700多种试验品种当中脱颖而出的 那它呢目前已经处在市场的推广阶段 亩产能超过1万斤 亩收入呢平均能超过6万元 果农李玉红今年扩中了六亩试验品种芹翠 他对新品种芹翠苹果的收成充满了期待 它的这个亩产量的话要高于这个负四 一般情况下7到8千斤是很容易的 芹翠的话今年价格应该在6块到10块之间 实现了苹果从种子到种植的技术升级 洛川县也在努力为苹果走出去提制加速 在洛川县的一个苹果智能分选车间 这条产线能对每个苹果做CT 及时发现苹果存在的八点眉心病等问题 确保苹果品质 每香苹果还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调形码 可对其追根溯源 通过这种码一扫的话 他知道这是哪家果农生产的 在哪个冷库放着 苹果的含糖量 如今洛川县90%的苹果通过数字化赋能 实现分级分价 溢价增值 每斤苹果平均售价提高0.5至1.2元 带动果农增收4.8亿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